民间故事 奇闻趣事 这里是化神道仙的原创故事领域 接下来请看传奇的民间故事 在沿着运河的两侧 有着蜀之不尽的村落 诞生了无数稀奇古怪的民间故事 今天要讲的 便是一个颇有些离奇的故事 离着运河之流附近 有着一个不大的村落 虽说不大 但是因为临近运河 这里的村民 吃喝还是不愁的 实在不行 还可以打鱼为生 村里有个娇叔先生 已经五十来岁了 老来的女 闺女已经十八 也到了找婆家的时候了 父母开始操持婚事 这少女倒是活泼烂漫 不是那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毕竟在农村 还要干活 不贴家用 父亲毕竟是读书人 而且还是娇叔先生 对于少女管的还是极言的 但是 一天早晨起来 娇叔先生的老七看到起身的少女 却是愣了一下 静止走了过去 少女不解 问道 娘 怎么了 老夫人绕着少女转了几圈 脸色就阴沉了下来 看了看娇叔先生 低声道 你这肚子是怎么回事 少女听吧 拍了拍肚子 说道 没事啊 娇叔先生听吧 也是将目光落在了自己的闺女身上 眉头也是皱了起来 说道 你的肚子怎么大了些 说完此话之后 这娇叔先生自己都愣住了 眼珠转了转 看了看老七 眼神彼此对视了一番 同时将看着少女 少女也是傻了 看着父母怪异的神色 问道 怎么了 娇叔先生是一妻子 妻子点了点头 带着闺女到了房里 问了半天 出来的妻子摇了摇头 娇叔先生松了口气 不过十来天之后 夫妻俩再次盯着自己的闺女 闺女经过上一次 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因为她的肚子的确是变大了 老七见此 在娇叔先生耳边嘀咕了一番 娇叔先生才叹道 只能是如此了 娇叔先生去请了一位老大夫 老大夫来了之后 就给少女把麦 父母在一旁看着 却是有些提心吊胆 两久之后 这老大夫笑道 恭喜了 是喜麦 娇叔先生听罢 脸色阴沉了下来 冷哼了一声就走了出去 大夫见此 却是有些不明就里 那老夫人说道 大夫 我闺女可是还没成亲 你可不能这么说 听到这里 老大夫却是作辣了 迟疑了一番 说道对不住了 但是老夫诊治的 就是喜麦啊 从院里到了街上的 娇叔先生 此刻心中窝火 有着巨大的愤怒 自己的闺女 竟然未婚先孕 这简直是奇耻大乳了 有辱门风啊 就在他生气之时 一鸣云游的道士走了过来 见他在 骑手道 居士 平道 见你私事有些不妥 若是有事 平道或许能够帮忙 本来陷入愤怒的 娇叔先生 看到老道士的一刻 却是瞬间心平气和 这老道士须发皆白 有着一股出尘之意 有些老神仙的样子 拱手道 道长 小女未曾婚配 肚子确实大了 里面大夫说是有喜了 叫人生气啊 老道士听罢 点了点头 笑道 无妨 都是小事 平道道士有些手段 可以判断出 究竟是怎么回事 骑叔先生文言大喜 说道 还请道长事斩手段 两人说完 进了屋 屋中的少女正在哭泣 老夫人与大夫正在争辩着 见到来了一名道士 都愣住了 骄叔先生说道 道长说是能够解决此事 老道士笑了笑说道 准备一盆水即可 文言 老夫人赶紧去准备了一盆清水 那老大夫也带着好奇之色 没有走 老道士口中念念有词 指了一下水 说道 素素显形 少女的肚子一痛 脸色有些苍白 只见在清水之中 显露了一幅画面 很多小蝌蚪 正在游来游去 画面很快消失不见了 老道士的神色没有丝毫变化 笑道 姑娘可是喝过河沟里的水 少女听罢 点了点头 老道士点头道 想必是了 定是河中有着青蛙排卵 贝丽女喝了 如此才会肚子大 竟然是这般 夫妻二人 还有老大夫听罢 都顿时恍然大悟 教书先生虽说不再愤怒 但是却是担心道 此事要如何解决 老道士听罢 指了指老大夫说道 此事该他了 那老大夫听罢 笑道 此事不难 看我看一副药 保准药到病除 很严重的一件事 结果却是一场误会 凡事都要冷静 知晓前因后果之后 才能做出判断 如此 才不会出现巨大的失误 故事就到这里了 还请持续关注 华神道仙的原创故事领域 宋代时期 扬州城外的三清罐内 有一个叫做云珠子的道场 云珠子一心向道 将妖除魔 从妖魔手中救助了无数百姓 太上老君见云珠子一心除魔未道 便赏赐给他六颗金人丹 想要助他增加修为 早日登临仙界 一颗金人丹能增强五百年修为 六颗便是三千年 然而这六颗金人丹云珠子 一颗都没吃成 全被一条青色大蛇给偷吃了 云珠子痛失六颗金人丹 发誓要找到青色大蛇报仇血恨 此时 那条偷吃了金人丹的大青蛇 却已经离开扬州 来到了苏州 大青蛇名唤青瑶 只有上百年的修为 他的父母都被云珠子捉去杀害了 青瑶的父母从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 却惨遭杀害 他心中恨透了云珠子 才一直跟踪着他 伺机寻找机会报仇 自青瑶偷吃了那六颗金人丹 他法力大增 便幻化成清过清城的绝世美人 来到繁华热闹的苏州生活 其实青瑶来到人间生活的目的 就是为了隐藏自己的踪迹 防止云珠子找到自己 青瑶怎么都没想到 他的这个决定 却让他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青瑶第一次来到人间 对人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他在大街上走来走去 发现人们买东西都需要经营 就连吃饭都需要经营 青瑶虽然没有经营 但他法力高强 用法术变出金银 倒也混得如鱼得水 一日 青瑶又在大街上闲逛 遇到一个头插草的书生 要卖身脏腹 青瑶看他衣衫褂褛 面容愁苦 觉得他实在可怜 便拿出银钱帮他安葬了父亲 那个书生因拿了青瑶的银钱 便拜倒在青瑶面前 声称自己要当成青瑶的仆人 时刻跟在青瑶身边 他走到哪里 书生就跟到哪里 书生叫做谭文阳 他跟在青瑶身边以后 青瑶见他亲瘦 整日带着他吃各种山珍海味 一下给他做了十几件衣服 谭文阳吃得好 穿得好 再也不用为吃喝发愁了 青瑶对谭文阳好 谭文阳对青瑶也十分照顾 早起为青瑶做饭 晚上为青瑶盖背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谭文阳和青瑶逐渐产生了感情 他们自然而然的在一起了 两个月后 青瑶怀了谭文阳的孩子 随着青瑶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 青瑶逐渐发现了一件让他恐惧的事情 青瑶发现 随着他腹中的孩子越来越大 他的法力越来越弱 好在谭文阳整日陪在他身边 青瑶才觉得安心 青瑶怀孕第八个月的时候 谭文阳却暴露了他真实的面目 这日一早 青瑶的右眼皮便跳个不停 似乎预示着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果然中午的时候 云珠子便找上了门 随着云珠子的到来 谭文阳的真实身份也终于揭晓 原来他是云珠子找来的卧底 他留在青瑶身边 就是为了帮助云珠子复仇 夺回那三千年修为 青瑶空有三千多年的修为 可他心思单纯 时任不明 不仅被人欺骗了情感 更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 青瑶怀有身孕 法力全无 根本不是云珠子的对手 云珠子轻松从青瑶身上 拿走了三千的修为 当他要下手杀死青瑶之时 关键时刻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出现了 观音菩萨对云珠子说 青瑶罪不至死 你已拿走三千年修为 便放他一条生路吧 云珠子看在菩萨的面子上放过了青瑶 然而经过这件事 青瑶伤心欲绝 连腹中的孩子都没能保住 最让他伤心的事情 不是失去那三千年修为 而是他最爱的人伤害了他 青瑶因此恨透了男人 他回到山上继续修炼 再也没有下过山 而唐文阳在失去青瑶之后 才明白自己的心中早已喜欢上了青瑶 他发疯似的到处寻找青瑶 甚至求云珠子帮忙寻找 可云珠子却以唐文阳封了为由 将他囚禁在了三千冠 从那以后 人们只知道云珠子功德无量 造福众生 没有人知道他设计伤害过一条蛇腰 而青瑶和唐文阳 他们再也没有见过 不过 云珠子瞒过了云云众生 却骗不了自己的良心 他周日被这件事折磨 一直无法得到成仙 声明本故事为虚构民间故事 取材自民间传说 怪谈 神话 故事 传奇等 旨在传承 拓展 发展中国民间文化遗产 切勿与封建民信挂钩 撰稿人 花小贩 欢迎各位看官来到小于品试论著 本文为民间故事第0317 如果您喜欢 敬请您的关注 民间故事神算堂麻子 今天要给大火讲的这则小故事 是一个神算子定一元的故事 这则小故事 情节曲折跌宕 内容丰富多彩 又特别的玄乎 而故事的背后 也有着很深的寓意 实是一则不错的故事 因此拿来与朋友们分享 希望大火能够喜欢 咱们今天文白不多说 剧情也不透 直接来听故事吧 故事源于晚清年间 在我们这有一个很有名的算命大师 名叫唐利仁 因其年又是出疹子没有治好 而导致脸上坑坑洼洼的不平整 所以人送外号唐麻子 可别看他长相丑陋 算命的本领却是强得很 能知人过去 散人未来 断人祸福吉凶 在其一生的占卜之中 就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留下了很多的奇妙悬事 在当时那也是名动一方的响亮人物 而今天讲的这个故事 就是这位算命大师唐麻子 所留下的一个比较玄乎有趣的故事 也是被后人传说最多的一件美事 在当时 有一个姓刘的财助 家里生了一位千金小姐 那是美貌如鲜 这位刘小姐成年之后 财助就想将女儿嫁给一个门当户队的人家 正好在此地有一个姓余的秀才 生的俊朗 家境又不错 算是刘家小姐的家人的最佳人选了 而那于家 其实也正有此意 如此两家算是不谋而合了 但是经过一番打听之后 刘财助发现二人的生效不和 甚至有些相冲 可想来想去 这方圆多少里就这么一位租秀 才能和自己的女儿相配 他实在有些不舍眼前的没事 于是就请人找来了唐麻子 给二人看看这姻缘八字什么的 是否得体 若有不和是否有什么能破解的方法 大师到了财助家里 问清二人的生辰八字 掐指算了算 又拿出竹挂给占卜了一下 说道 这二人 前世多磨难 此生注定夫妻缘分 是棒打不散的 刘财助听后非常高兴 对唐大师说道 那么再请先生帮忙再给选个黄道吉日 让二人澄清吧 唐麻子这回连算都没算 既然是上天注定的姻缘 那么就由上天来定 他拿出黄历 闭着眼随手乱翻 然后很随意的就撕下了一页 对财助说 就是这天了 要说这天下事 很多都是无巧不成书 这唐麻子随手扯下了一页黄历 上面却明明白白写着此日不宜嫁娶 这唐麻子 这等大师如此随意 选了这么个日子 他该不会是敷衍我或者骗我吧 刘财助有些气恼 暗暗地想到 可爱于唐麻子那响当当的名气 他随心里打鼓 却又不敢真的质疑 于是就真的选定了这不宜嫁娶的日子当作婚期 既然一切已经决定 那么就要抓紧为婚事做准备了 两家人忙前忙后的大半个月 才算把一切事情准备妥当 眼看着婚期将至 大喜的日子即将来临 这刘家千金已经开始憧憬婚后美好的生活了 可就在这节骨眼上 此地却闹起了匪患 而当地的官兵无能 致使土匪日益猖獗 不但烧杀抢掠 还有很多人家的姑娘 都被土匪略去遭到了羞辱 这刘财猪看出是太严重 于是就想早点把女儿嫁了 免得先遭了土匪的毒手 于是他与余嘉商量后 就决定将婚期提前了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这一天 刘家大小姐上了花轿 吹吹打打去往余嘉 一路上毫不喜庆 可谁又能料到 这越是怕事 是越来 好巧不巧的 迎新队伍遇到了土匪打劫 仪仗队的人 见了土匪撕散而逃 好大一个迎新队伍 就剩下了花轿中的 刘家小姐一人 土匪头子很是高兴 本来今天只想抓几个壮丁 回去当罗罗 却没成想抢到了一个新娘 她来到教前 一把揪出新娘 一伸手便扯掉了 她的红盖头 而就在这一瞬间 土匪头子的眼都直了 身体也有些发抖 土匪头子这样 并不是因为刘家小姐的美貌 而是因为这个女人 长得太像土匪头子 刚死掉的女儿了 甚至可以说长得一模一样 土匪头子本来这几天心情就不好 自己的女人得了怪病死了 抢了好几个女孩 也无法消掉她心中的悲意 今日见了刘家大小姐 和自己的女儿长得如此相像 她又怎能不激动 于是她二话没说 当场就要收刘家小姐为一女 这刘家小姐见了土匪早就吓傻了 如今土匪头子又要收自己为干女儿 自己又哪敢不答应 再说了 人家的刀就在自己的脖子上架着呢 于是土匪头子在这丧女之际 天上又给她掉下来一个女儿 她是欣喜不已 回到寨中那是大白酒席 全寨的兄弟一起庆祝 土匪头子本来就那一个女儿 平日里对她疼爱有加 如今亲女儿死了 她便真的带这个一女视如己出 说来也是有趣 这好好的财助家大小姐 一转眼就变成了土匪山寨的大小姐了 这刘大小姐心里是哭笑不得 想起了神算堂麻子的话 心里也是愤恨 她心想什么神算子 一点不准 说好的我与于郎金是有上天注定的因人棒打不散 如今我落得如此 真是浪得虚名 可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件事情居然又有了转机 这一天 众土匪下山捉了一帮人回来 按照以前的规定 壮实的当漏漏 老弱的去干活 可在这众人之中 却有一个秀才令众人难以安排 大家都想这秀才能干什么呢 于是有人禀报了土匪头子 土匪头子心想我这山里有会舞的 有会奇门之术的 有能干活的 还就是没有能出谋划策的 不如劝她当我的军事 为我山寨出力吧 于是她喊来了这个秀才 说明了自己的意思 秀才身处贼窝 又岂敢不从 她很痛快的便答应了 土匪头子想都说有文化的人会骗人 她不会是在骗我吧 为了让她安心在此 我要像个法子 又一转念想到我何不把女儿嫁给她 让她安心于此 既然主义已定 她也没和小姐秀才商量此事 毕竟她是土匪头子 一向都是什么事就说了算的 大婚之日 大家都是欣喜非常 在心房之中 小姐美丽 秀才俊朗 二人不仅成为了夫妻 还彼此相见如故 一见钟情 缠绵过后 二人躺在被窝里说起自己的身世 原来 山寨小姐就是留家千金 而山寨君师 却正是那瑜伽秀才 好一对郎才女貌 天造地设的一对 在成婚之后 二人的生活幸福美满 日后算起正是成婚的日子 正是那神算堂麻字 在皇历中所指的日期 真乃是神乎其神的神算子 本故事完 小编截与老残游记中所说是前生注定是 莫错过姻缘 在世人的眼中 男女之间的姻缘都是上天注定的 那都是几世修来的福分才能相守在一起 而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就像这小姐修才一般 几经周折 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 本故事部分素材取自网络 如您也有故事题材需要分享 不妨私信与我留言 故事我来讲 故事大家听 我们争取将每一篇好故事分享给每一个人 本文为民间小故事 笔者指以故事名真理 以故事诠释世间真地 切莫与封建明信对号入座 如您喜欢本故事 还请您用您那细嫩的小手 温柔的给它点个小赞 要是您觉得故事还不错 那么请您帮忙分享给更多的人听 感谢各位的支持 民间故事 奇闻趣事 这里是化神道仙的原创故事领域 接下来请看传奇的民间故事 相传 在上古之时 工匠们传承了许久 才形成了石匠这个称谓 石匠 凡是与石头雕刻相关的 都可以称之为石匠 这种工作 极为辛苦 石匠赵老四 算得上是方圆百里最出名的石匠了 他的手艺 都是家里传承下来的 父亲是石匠 爷爷也是石匠 但是石匠这个行业 在当时 都短瘦 不知为何 越是手艺精湛的石匠 活得越短 赵老四的爷爷 四十岁就死了 他的父亲 三十六岁就死了 好似是有着诅咒一般 但是毕竟是传承的手艺 只能是靠着他吃饭 正值没活儿的时候 赵老四在家中闲着 屋外一员高喊道 石匠赵老四是在这里住吗 赵老四听罢 赶紧走了出去 一名园外打扮的男子 盯着他 问道 你就是石匠赵老四吗 赵老四点头 那人笑道 这样 我这里有着一块石料 你帮我雕刻成一尊神像 下线好商量 赵老四听罢 说道 我需要看看石料的大小 还有神像的图纸 那人带着他 到了城里 一座很大的宅子之中 有着一块足足一丈高 八尺宽的石料 石料上带着道道花纹 显得十分漂亮 图纸也看了看 神像高度就达到了八尺 虽说不是太复杂 但是这也是一个大火 至少数月才能完工 那人问道 可以做吗 赵老四说道 没问题 你什么时候要 那人倒是笑着 不着急 就你一人吧 我需要好东西 谈好了价钱之后 每日赵老四便来这里做工雕刻 离这不是太远 赵老四开始忙乎了起来 院子之中 每天都是叮叮当当的声响 不过对于这种声音 赵老四反倒是觉得享受 三个月过去了 神像已经基本完工了 赵老四看着自己的作品 有着一种满足感 点了点头 此刻已经临近傍晚了 赵老四准备收工了 明天再干 可是就在这时 神像竟然动了一下 从其口中传出了声音 不过却是嗡声嗡气 石匠 快点儿儿 我还没眼睛呢 听到这里 石匠赵老四倒是吓了一跳 神像的确是都弄完了 只有眼睛那里 还没有细致雕刻 石匠赵老四壮了壮胆子 问道 你是什么东西 那神像听罢 却是轻笑道 我可不是东西 我是神 那赵老四听罢 却是冷哼一声道 哪有什么神 那神像催促道 赶紧给我开眼啊 赵老四迟疑了一瞬 说道明天吧 今天太晚了 说完 转身就走 那道声音也随即消失不见了 似乎是无可奈何 回去之后的赵老四 想着这个邪事 总是有着不安的感觉 到了第二天 到了神像处 因为只有他一人 那道声音再次响起 帮我开眼啊 赵老四抄起工具 开始雕刻眼睛 也就是多半天的功夫 石像整体就搞定了 但是那神像却是喊道 你怎么没有给我开眼啊 原来这赵老四却是雕刻完了 但是他留了一手 那便是将神像的眼睛 叼成了闭眼状态 家中传承的 都是睁眼 这次好似是扶植心灵 直接叼成了闭眼 赵老四说道 不就是开眼吗 我有办法 说完之后 端起了墨汁 拿着毛笔 在神像的双眼上 点了两点 顿时 闭眼的神像 竟然似乎是睁开了双眼一般 那神像却是喊道 不能这样啊 我要睁眼 声音越来越小 最终消失不见了 从此 赵老四立下了一个规矩 凡是神像 不能开眼 只能使用毛笔点睛 此举备所有的匠人使用 石匠的寿命 竟然没有了丝毫的不妥之处 这点睛之术 最后竟是在画匠的手中发扬光大了 故事就到这里了 还请持续关注 画神道仙的原创故事领域 欢迎阁下来到诗词歌附会 本期文章中 我们人说一说 胡松林老先生著作聊斋志义中的一则小故事 何谓真戒 真戒原指人们在节操上没有污点 是中国千百年来李教所提倡的一种道德观念 后来真戒一词多用来形容女子 不识生不改嫁的道德观念 从古至今 关于女子守真的预言故事有很多 在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林所写的著作 聊斋志义中就记载着这样的一则小故事 女子白天去河边洗衣服 忽然挑来一片水澡 女子看后却怀了孕 为了表明自己的真结 她守着一身未曾嫁人 这也足以说明在古代女子真结的道德观念是多么重要了 闲话不多说 大家这就跟随笔纸的思绪来看看蒲松林老先生笔下的这篇小说吧 话说在北宋年间 有一个名叫翠花的女子 翠花年约20岁 尚未嫁人 她从小便没了父亲 是母亲含心如苦将她拉扯大 而且这位老母亲从小就教导翠花 熟知三从四得的道德观念 所以翠花深知礼术和真结的重要性 但就在这位首富道懂礼术的女子身上 却发生了一件令人诧异的怪事 我们继续来讲 阳春三月的南方 正是草长英妃花红柳绿的早春时节 一条小溪绕着一个小村庄缓缓而流 一女子怀中正抱着木盆 向着那小溪走去 这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今天的主角翠花 翠花如往常一样 来到溪边洗衣服 清澈见底的溪水花花的流着 不时能见到水中嬉戏的鱼儿 翠花看着那些游来游去的鱼儿玩耳一笑 又开始在石头上洗着衣服 不远处的林中 传来鸟儿清脆的啼叫声 那鸟叫声如笛声一般 悠扬的萦绕在溪水之上 撩拨着翠花的心弦 就在此时 去溪水的上游漂来了一片水澡 翠花抬头望去 见是水澡 便没有多想什么 继续洗着手中的衣服 不多时 翠花便抱着木盆回了家 到家后 她便呕吐不止 询问过村医后被告知怀了孕 这如晴天霹雳般的话语 让翠花和母亲愣在原地 相互惊骇 母亲是了解是翠花的 她知道自己的女儿不会那么随便 但看着翠花一天天大起来的肚子 也是恼羞不已 翠花曾对母亲说起过那天洗衣 见过水澡之事 母亲只是觉得这是有些奇怪 但也说不出什么 几月之后 翠花顺利产下一男婴 她本想将其扔掉 但见那男婴面目清秀 眼睛黑得发亮 眉宇之间似有桃红一般的印记 绝非一般的男婴 翠花软下心来 但她未曾嫁过人 如今生下孩子 这是要传出去 真结之名必然受损 于是她便将其藏在柜子中喂养 碧莉夏誓言 未表真结 此生不再嫁人 转眼间那男婴长到了七岁 但她不曾见过外人 一天翠花刚要将儿子放进柜子中 男孩说话了 母亲大人 我都长到七岁了 为何还要将我关在柜子中呢 翠花听后眼睛一红 并没有说什么 那男孩又说道 既然这样 那我就离开这里了 翠花听后 盲问道 孩子啊 你要去哪啊 我并非凡人 我要去天上了 翠花终于流下了眼泪 她问道 那你何时归来 待到母亲离世归天之时便归 如果母亲有什么需要 大可打开柜子 那柜中什么都会有的 男孩说完便拜别了翠花 从此再无她的音讯 即便如此 翠花也再没有嫁人 与老母亲相依为命 过了几年 时封大汗 庄稼颗粒无收 眼见眉米下锅 母女俩正为了温饱发愁时 翠花这才想起男孩临别时说过的话 便打开了柜子 果然柜中有大米百石 翠花大喜 从此母女俩不再为温饱担忧 又过了几年 母亲病逝 世间唯一的亲人也离她而去了 翠花伤心不已 自私 翠花一人料理着庄稼 打电着家务 她也累 但她一直没有嫁人的想法 邻居曾提过亲 但都被她谢绝了 就这样 翠花独自守珍三十年 不曾与男人有过任何接触 一天 邻居来她家中借米 却没有得到回答 邻居定睛一看 却见她此时闭着双眼 呆坐在床上 邻居信信出了门 却被此时的天象所震惊 只见天空之中 彩云万朵 如火一般将整个天空覆盖 彩虹之上 一朵圣洁的莲花服在旗上 花中座有一人 穿着极为端庄 漂亮 像极了翠花 众人忙向翠花家中奔去 只见她呆坐那里 此时身披红衣 妆容极为秀美 却已经没有了呼吸 众人开始为翠花操办丧事 却见门外走来一位男子 那男子明清目秀 一双眼睛黑得发亮 一袭白衣衬得她气宇宣扬 如仙子下凡 那男子不是别人 正是翠花之子 男子操办完母亲的丧事后 又在母亲墓前种下两株桃树 便拜别父老乡亲 乘着祥云飞走了 故事到这就讲完了 翠花的奇怪遭遇 将她拉入道德漩涡 而她为表真结 守真三十年 不曾嫁人 可见古诗人们对于真结看得是多么重要了 而屏幕前的您 对于真结的观念优势如何呢 蒲松林先生所写的聊斋志义中 每个故事都有不同寓意 用以告诫世人 警惕世人 可谓用心良苦 故事在聊斋志义之上进行改编 开头和结尾是作者原创新得 目的是借故事来明示礼 切莫与封建明信对号入座 感谢大家的支持 文小田 您计划 ми